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老公买了一只鸡回来红烧 然后在鸡的肚子里还有一只蛋 草鸡蛋 今天买的是这只老母鸡 烧起来时间比较长 我们先来天里凉快一下 还在炖着呢 还在炖着呢 今天这个鸡现在炖汤了 我发现一个小失误 这红烧怎么半天烂不了呢 急死我了 老板说那个鸡比平时的那个 稍微多烧一会儿就行 结果我烧的多烧了 四五十分钟了 还是不是太烂 吃饭了 今天老公买的这个是 草鸡是吧 嗯 老草鸡 老母鸡吧 老草鸡 烧了一个多小时 烧了好久 这种鸡一般应该用来炖汤的 嗯 老母鸡 烂了没有啊 不是太烂 你不要吃那种带皮了 炒鸡就是好吃一点 那么肉鸡我吃的 我的嘴还是挺刁的 这个肉很紧实的 然后找得有香味 嗯 肉少一点香一点 那么肉鸡全是肉不好吃 我今天都不饿 下午公司开茶花会 吃了两块蛋糕 你们是一人一分的茶 嗯 茶花会应该 灌那个糖衣泡蛋 什么糖衣泡蛋呀 就是做一下年终总结吧 年终一次 年尾一次 是不是看到你们最近那个老员工离职的太多啊 稳定一下军心啊 差不多这意思 以前你们茶花会有没有说还有吃的喝的 没有吧 第一次以前哪有什么茶花会啊 对啊 那老板嘛 那老板嘛就是这样子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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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套一套的 做一下年终总结呀 公司的就是上半年的业绩呀 什么 经营状况呀 财务状况呀 就等于跟我们交个底 那不可能跟你说 哎呦 我公司快不行啊 你们再趁这点 晚上才倒闭了 嗯 今天财务部长出来发言说 公司上半年确实是亏损了 嗯 他说明你们公司就是说有 就是有经济实力 嗯 实力牛后 老板有钱 不过我们公司老板是有钱的 听说刚办厂的时候 那个一年多还是多久 一直是出于亏损的状态 他都撑过来 怕还有别的企业成这样 肯定不是这一个企业 可是他们中国的一个家工厂呀 他在日本也有总厂的 今天茶花会有很多好吃的 水果零食 好好你 十分好好我们呀 要不要多吃一点 我就吃了两块蛋糕 我就吃饱了 我奶咖都没喝 然后带回来了 这不是吗 奶咖不好吃 一点就饱 我不喜欢喝奶咖 你喜欢喝吗 饱了 为什么卖的那么好呢 我们为什么都不喜欢喝呢 一点点就那么贵 这一杯十几五块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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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它的拿铁 红茶拿铁 红茶拿铁 说真的我喝不来这个味道 我也不喜欢喝这个味道 我也不喜欢喝这个味道 每次喝这个奶咖 晚上后面都会 隔期的 胃会不舒服的 证明的话这里边添加的东西是不好的 对吧 嗯 为什么才没有 你没有啊 你喂好 你尿里面我最喜欢喝的 有可乐 可乐便宜啊 别的 可乐和冰箱塔也还可以 上次买点 放冰箱的冰箱给你喝 谢谢 是不是冰鱼喝了 我开始喝了 你又不能喝 不能多喝 你信那么快干嘛 我买给你爸喝的 就没说跟你喝 你应该喝牛奶 喝牛奶少喝 你也要喝牛奶了 老年人不干 老年人不干 你也知道我是老年人吧 他经常气我 很jas 他 Wright 真的我不会んです 人呀 是啊 我们